大家好 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 我们今天赵丽是在周末 我跟我们王老师 大家好 老庄 大家好 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 上海已经是一夜之间就近冬天了 是 而最近上海有一个奇怪的叫什么 支援体肺炎不知道什么玩意儿 据说很厉害 不光是上海 好像各个地方都有 北京也很多 好像是 好像是先是从小孩开始 然后再传染到大人 医院里面很多人在挂水 挺吓人的 所以大家注意身体 秋冬的季节是比较容易生病的 好 今天我们有11月的建书 前面还有几个其他的话题 我们赶紧开始 第一个话题是关于区块链和web3的话题 这个其实我们之前也聊过 但这最近又有人在提出了一个事迹之问 请老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 有一位原来是在CSDN做主编的一个叫孟严的老师 他后面是投身了几个区块链 比特币什么的 是非常的投入 然后我也在推特上一直关注他 但其实我关注他并不会关注他推广区块链的内容 我的区块链没啥兴趣 所以有有昨天他不是昨天 就是11月5号他发了一条推 然后今天碰到一个老朋友 当年曾经一起推广区块链的 我们共同认识不少技术高手 仔细盘点 其中绝大多数 大约80%到90 对区块链不理解 不认可 不以为然 然而他们很多人的事业 现在也遇到很大挑战 这个背后的幸灾乐祸 我就先不说了 但是对于区块链仍然持一种轻蔑的态度 我特别感兴趣 这些技术高手对区块链的认知障碍是如何发生的 这个背后有很多潜台词 然后我就在他的推特上面回了一条 我就说 莫老师 如果您觉得这是认知障碍 那你就永远无法理解 如果你愿意去理解的话 就会发现这只是认知的角度不同 其实我真的现在说话好客气 对啊 我想说的是 什么叫认知障碍 你这就是认知障碍 对啊 百分之八九十的技术人员不认同的东西 你觉得他们是认知障碍 我就 这个 我就想起之前那个段子嘛 有时候某人出门说 哎呀 这今天好奇怪啊 怎么满大街都在逆行啊 嗯 就想起这个段子 所以哎 怎么说呢 这个我稍微再多说一点 其实很有意思 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 我写过一篇文章 算是 算是四篇连载的文章 统称叫区块链水响路 第一篇写的就是 为啥很多做技术的人都没有发财 嗯 好问题 对 然后呢 我就说了 这个曾经我认识的很多做技术的朋友 都没有发财 比如说在圣达创新院的时候 当时这个获炬 他发了0.3个BTC 比特币给我 还发了0.2个比特币给笑来 就是当时他挖出来0.5个比特币嘛 0.3给了我 0.2给了笑来 也就是说我曾经拥有的比特币数量 比李笑来还多50% 嗯 另外群里面还有一个朋友 就是叫PZ 我后来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真名叫啥 他曾经也是很早就在比特币的圈子里的 他还想在一个开源社区询问 说我要捐点BTC给你们社区资助你们发展 结果发现人家都觉得他是骗子 送给别人 别人都不要 所以当时就就有人这么说嘛 就是搞技术的人 理性主义者理解能力太好 反而失去了一些投机的机会 嗯 确实 就是这个背后的逻辑就是 呃 再回到当年的故事啊 就是我们在创新院的时候 雪鱼牵头 我们大家一起去读Bitcoin的圆码 等到我们把原代码全部读懂了之后 就发现这个模式不靠谱 因为能够看懂原代码 所以觉得那个新技术不靠谱 这也怨不得别人啊 因为我们是已经看到最底层了 觉得这个东西是靠一些无意义的 哈希的碰撞计算来产生Coin 效率肯定低下 它绝不可能有高效率 而且它的价值还存疑 所以啊 我们就没有投入进去 这个是技术人员的一个 呃 怎么说呢 我们都喜欢去看原码 喜欢理解背后的规律 然后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来看清它的本质 看完本质以后我觉得没兴趣 当然我们会错过很多投机的机会 这个怎么办呢 我就觉得那是投机 我就不喜欢投机 嗯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原因 这个就在我那篇文章里面还说到一点 就是我们去看技术发展曲线的时候 简单的技术 比如说它会 呃一根线直接呃 逐渐往上往上往上到逐渐到成熟 复杂点的技术呢 会经过那种所谓的呃 Gartner技术成熟度曲线 就是什么从 从新兴的上升的 然后到什么 呃 信心的巅峰 然后又下降到绝望的什么山谷 然后最后再慢慢爬坡 这个还是复杂的技术 但是还有一些超复杂的 像人工智能这样的技术 他可能会不断的播风播谷 播风播谷的不断的 上上下下 对于这种技术来说 呃我们这些做技术的人员 就会有一种 时间沉淀下来之后的清醒 就是天知道他这是第几波 我要不要现在就投进去 因为他上上下下上上下下 天知道的 这个我还是先不投入 再看一看吧 这个当然也是一种谨慎的 厌风险厌恶的心态 因为因为技术的播风播谷 实在是太明显了 然后为什么不喜欢区块链 因为区块链的波动 也是无数次的上下波动 我也不明白 就是孟严老师 为什么对区块链技术 或者对于比特币这么有信心 因为他每次都只看播风吗 只看上升期吗 下降期就忽略不见吗 才会留下这样的一种 一种印象就觉得你们怎么都看不到上升 是啊 我们看到下降的时候也在看 就是 就是这种事情 最后最后我那篇文章还讲了一个故事 就是精明的母鸡和憨厚的母猪是好朋友 有一天他们决定合伙创业 卖火腿鸡蛋三明治 然后母鸡每天下一个蛋 而母猪发现他需要牺牲自己的腿 所以技术人员一旦他清醒就会发现 很多人拉技术人员合伙创业 人家出的是钱 技术人员燃烧的是生命 这就是火腿和鸡蛋的故事 一旦那些资深的有经验的技术人员 不容易被忽悠 为什么不容易 就是因为他看清楚了火腿与鸡蛋的区别 所以不愿意轻易投入这种看上去很火热的发财的这种梦想 我大概那篇文章就讲 我其实鼓励年轻的技术人员多去卖腿 因为反正你年轻 你燃烧一点生 不要真的知道年底去被人割了腰子就开 对他并不需要真的卖腿 他只需要付出时间就能换来钱的话 其实挺好的 像我们这种已经年纪不小的 那这个命很值钱了 那是卖命了 对 这就是不太一样 当时其实在创新院 我们应该是最早一批开始接触Bitcoin的 基本上跟国外同步 那个时候挖矿还真不难 我跟货具 我们都是自己家里的计算机的 当时还算OK 但也不算特别好的显卡 一个礼拜能挖出一两个 我现在账上还有大概1.5个比特币 就那时候挖出来的 然后再也没有拿他做任何事情就放那了 那个钱包的屁我还不知道找不找得到 应该找得到 就这了 然后为什么没有继续挖了呢 太吵了 就是昼夜在那里呼呼呼呼 那个风扇转着让他去挖 我觉得这个东西实在是太不环保了 能耗比很低 挖出来1.5个能干啥呢 也不知道能干啥 未来也许值点钱 但是也绝对想不到 他能值几万美金这种级别 我要知道一个能值几万美金的话 那我肯定当时至少囤10个对吧 活该发不了财 对我们这些人就属于活该发不了财 这个得承认 我们当时确实就像刚才老庄说的 整个从他的白皮书到他的原代码 到他当时的各种在网上的讨论 那个时候讨论主要还在国外啊 就其实我们能搞懂他在干嘛 比如说像刚才老庄说的 专门用了一种很低效的算法 为什么那是故意的吧 他就是要拉高这个算力的门槛嘛 因为他整个体系的可靠或者可行 就在于他不能够产生太多的币 那怎么才能够控制这个币的产量呢 就是达高算力门槛啊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仲裁机制 但总而言之就是这个机制其实并不难懂 然后他能拿来干嘛呢 我们从他的基本的要素去分析啊 他的匿名性 他的不可追踪 然后他的建立在不能互相信任的群体上的信任机制 我当时就开玩笑 我说你看这帮人互相之间不能够信任 但是又要做生意 做生意的时候呢 还不想人查到 要匿名 要不可追踪 你们想想这是干啥 这是黑帮嘛 这是黑市嘛 那所以他就比较适合用来做各种黑市交易 或者跨国的洗钱 就这种事情 现在事实证明呢 我当时说的呢 还是太过于理性了 他到目前为止这些事都能做 而且确实在这领域都是一个重要应用场景 但是最重要的应用场景是拿来当一个这个炒货 就是可以把它当一个理财产品来炒 这个是我当时没有想到的 说实话 后来我跟李小莱聊条 我还说的 我说你太厉害了 他的主要的应用理 理论上能分析出来的 我都分析出来了 但是就漏了一个唯一能赚钱的 然后我们小莱同志找到了 所以这个事呢 怎么说呢 回到刚才孟严讲的这个问题啊 就为什么技术人不看好 这个可能有很多差异 比如我 我其实谈不上不看好 我觉得区块链是个挺好的技术 分布是账本 一定有它的价值 甚至他跟我们之前 好早以前跟霍聚聊过一期 讲互联网的基础架构 他跟最原初的互联网的那种 无中心的技术架构 是一脉相承的 他甚至有可能在未来 在一个全新的技术基础之上 重新构建一个 无中心的互联网架构出来 这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在目前呢 其实看不到这样的可能性 所以从技术上来讲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先进 而且有前瞻性的一个技术 但是具体到应用场景的话 我就想不出来 它目前为止啊 除了炒币 这种当然也是一种应用啊 就是刚才老庄说的 投机的生意 这个生意有些人喜欢 有些人不喜欢 有些人擅长 有些人不擅长 我其实没有喜不喜欢 我只是非常的不擅长 所以我就不敢去玩 这块东西了 其实这个里面 它确实是存在着 两个很重要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真的能实现 全体系结构的去中心化吗 这个事最近大家已经听到过 很多关于一些事件的解析 比如最近的有一个事情 跟我们还有关系 我们以前采访过的 那个Mixing的创始人 然后Mixing最近出了一个很大的事情 不知道老庄 你们有没有听到 不知道 他的交易系统里面的信息被盗 损失了大概有两三个亿美金吧 那么为什么被盗 这个事情还在查 这个事情是9月下旬发生的 好像反正一个多月了 还在查为什么 那没有完全公开的信息 目前 但是很多行业里面的人就在猜 因为他是交易所嘛 那所有的交易所 他很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去中心化 如果他真的是去中心化的 而且是均衡的网络的话 那么黑客怎么能够盗走这么多钱呢 按理说是不应该可以的 所以很多人合理怀疑 这个里面 他还是存在着中心化节点 而这个节点被攻破 导致了这样的悲剧 所以一直有人在论述 分布式账本本身确实可以做到去中心化 但是整个应用体系真的能做到吗 或者说为了做到整个应用体系的 完全的去中心化 到底用户和这个运营者 要承担什么样的代价 有没有仔细的研究过 如果说这个代价大家不可承受 或者说 比如说我就没办法接受 这么复杂的一个操作 你看最早这个Bitcoin 做各种各样的操作都非常麻烦 那你要建交易所 那交易所这个就不一样 这个是要给普通人用的 他肯定不是只希望那些 非常geeky的人来用 那要普通人来用的话 符合普通人的使用习惯 他就很多事情不得不折中 当然这个我不确定啊 我只是觉得这个里面是 一直以来是区块链类的应用里面的 一个隐患 就是你如何在可用性和它的 完全的安全和分布式上 做出权衡 我自己是国内最早做分布式架构的 架构式之一 分布式带来的损失或者说是代价 那是极高极高的 就它确实带来了很多事情的可能性 但它也带来了很复杂的一些代价 那更不用说像区块链这种 本身就构建在完全分布式数据存储 这个它有很多很多代价 这代价在现行的基础设施 或者是人们的习惯上 可能不一定能做到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问题就是 它与法币之间的关系 到底怎么处理 就如果现在有人去创业区块链 但是我完全不沾数字货币 我只是把区块链用作一个可信的分布式存储的话 那它怎么赚到钱呢 我没有见过民间的创业者干这种事情 但是我见到就是比如我们国家央行 还有政府的一些部门 拿区块链来做些他们内部的一些研究 做他们的一些数据 可信的数据通信 类似这样的东西 这个倒霉啥 但这个东西不赚钱 就是国家作为它的基础设施 做作无所谓 那创业者真的会这么干吗 如果你创业者 你必须跟一个币 数字货币捆绑的话 数字货币跟法币这间的关系 到底怎么处理 中国是很明确的讲了 它不能够跟法币有任何关联 而且一代有关联就是违法的 全世界我知道的有几个国家 是接受数字货币 好像德国是接受的 这是应该是强国里面唯一的一个 还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小国 也会有这方面的一些政策 但是总而言之 这个事情是一个 很难绕过去的一个问题 所以有这样的一些隐患的情况下 那么它必然不是一个 像某些人讲的 你现在自己的事业 也不一定很顺利 为什么不考虑一下 区块链的创业呢 这个东西这么容易圈钱 是吗 真的是这样吗 这个钱圈的真的这么心安理得 和放心吗 大部分技术者 就像刚才老庄说的 是风险厌恶的 极度的不喜欢大的风险 可能这方面的原因会更多一点 另一方面呢 就是我一直讲的一个观点 叫一粉顶十黑啊 对 就越是像我们这种 比较技术出身的人 技术出身的人就比较唯物主义嘛 就是客观现实一点吧 对吧 就是世界是客观的 世界上就怎样嘛 那如果你 只谈它的好处 不谈它的不好的地方 过度的吹它的好啊 避而不谈它不好的地方 甚至提到不好的地方 就用各种歪理来绕 很容易被识破嘛 识破之后就一粉顶十黑了 反而变成一个反面的东西了 这个里面典型的例子 就是所谓的web3 区块链这个名字 还算一个中立的 比较中性的名字 它是个技术嘛 嗯 还是个正经的技术 而且是相当具有这个论证 充分论证的一个技术 对 它很实在 嗯 实打实的就是个东西 这东西很实在 技术很扎实 至于说你用它干嘛 那是另一码事 对吧 像之前我们的很多朋友 尤其是笑来那个圈子啊 做所谓的dapp嘛 就是做这个区块链上的 全分布式的应用 那就是在找区块链的应用场景 这种尝试 我都觉得挺好的 就是区块链是个新东西 到底怎么用好 不确定 那么我们去找场景 这个找场景里面 有一些是靠谱的 有些是不靠谱 就是硬找的场景 为了骗投资 这种也很常见 我都觉得可以理解 好 那web3就是个很奇妙的概念了 就是完全造出来的概念 我到现在也没法理解 它到底 它带来的新东西是什么 它的新东西好像就指的 就是为心而心 就是现在的一切都不好 要把它变成dapp 把它变成这个区块链基础上的 那区块链有个东西 适合的东西真的不适合 你把一些很基础性的东西 完全换成区块链的这种结构的话 是理论上可以 但是技术困难大的吓人 代价高的惊人 你真的能做吗 我觉得那只是写几页纸 来骗投资的 所以就是这么两个因素 一个是它现实的 技术上的一些隐患 或者是一些 亟待解决的问题 没有解决 导致 另一个就是我说的 吹得过分 导致我没有办法去应和它 王老师呢 怎么看 我正好可以补充一个视角 学术视角 对 对 对 相当于应用 包括商业 还有技术视角 学术视角其实也是一个挺好的 对 它其实也是把区块链这一块 没有 我也非常认可 像学术人也是挺难发财的 对 它是更加专注于它的底层的一些技术细节 和它的一些理论 对 其实我和李老师 现在那个数据科学工程学院 华师大的 其实在区块链这一块 还是有挺多的一些生根 甚至是一些学术上的一些贡献 对 甚至我们这边还有那个区块链的教育部的重点实验室 对 然后呢 学术人比较单纯 它更多的是解决 刚才其实庄老师还有李老师提到的 它的一些效率问题 它的一些性能上的一些优化问题 但是呢 像我们做学术的 可能不太多去关注它的一些应用 那甚至它的一些创新 对 应用可能还好一点 但是呢 确实像那个 甚至像CCF 还有专门的区块链的专门会 美联还有一些年会 但是呢 我是明显的感觉 其实这几年的热度 其实在不断的下降 除了去有一些课题 还有一些论文发表以外 对 其实并没有太多关于区块链的一些讨论 曾经我们还在想 就是将区块链里面的一些技术 应用到教育的一些场景里面去 包括去做那个证书发放的一些认证呀 对 这个呢 其实就是刚才李老师所提到的 如果把区块链呢 就是作为它的一个数据基础设施 我觉得没有问题 但是呢 它确实挺难去有 比如说上商业化的一些发展呀 对 那如果是国家可以支持去做的 比如说学校之间 甚至是国内和国外的学分之间的一些互认呀 我不知道啊 但是也许可以找到一些场景 对 但是呢 这个呢 可能是更多的 还是从它的技术角度 对 能够解决传统文化解决的一些问题来看 我是觉得 技术这一块 如果长期去做些探索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但是呢 这个可能和现在的整个应用极度的匮乏 我觉得也是有它的一个不好的地方 对 就是那没有找到好的这种应用场景 这个 因为我曾经也是关注过一段时间 包括现在我也会关注 对 因为它的一些理想 特别是它的一些分幕式啊 陌生人之间的这种信任建立啊 还是挺有一些吸引力的 对 如果能够找到好的场景 特别是好的商业化的场景 对 那这个其实还是挺好 但是呢 我相信这么多聪明的人 比我们聪明的人 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找到 我想它还是 肯定 肯定还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的 嗯 你刚才说的教育这个应用 我之前也设想过 以前甚至我们在 枯江的时候 我们还做过一些产品的尝试 啊 什么意思呢 通过区块链分布式的这个账本啊 来记录你的学习记录 对的 啊 那么这个学习记录是一个可信的学习记录 它可以通过 就是大家共同的学习的 互相的这个了解 互相的信息的交换 来建立一个学习网络 这个网络里面每个人他所 比如说每个人每天提交一个 练习的这个结果答案 提交到这个网络上去 所有人都可以看到 那么这个就是要用于是一个广播了 这个广播之后 这个就成为链上面的一个可信的一个信息数据 比如以前你可能是拿到一个文凭对不对 那文凭这种东西 你用区块链意义就不大 因为文凭它需要全微信 嗯 它适合中心化的这个发放 你说我在区块链上得到一个文凭意义不大 啊 你告诉他教育部认可的某学校的文凭 这个才有意义对不对 所以所有的文凭证书类的东西 其实都是适合中心化的 那么我们做的尝试就是我能不能用我的实际的学习记录 来代替文凭 就是我学的这些东西 代表我怎么怎么样了 但这个事情呢 从原理上来讲 它就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就是你学了不代表你会啊 那最终还是要经过一个测评啊 对对 是吧 那这个测评 它就不是简单的说我做了十道题 然后整个网络来给我打分 不太适合这样去做 因为教育本质上是会的人教不会的人 而不是所有的不会的人在那打分 决定我会不会 所以这个事呢 就技术上有一些可以尝试的东西 但是在原理上呢 我觉得除非未来教育的根本范式发生变化 嗯 理解 我们还尝试把刚才这个过程和开源贡献做结合 开源贡献这个是可以的 对吧 这个是可以的 因为开源贡献 它确实就是Proof of Work嘛 就是你做了我有证据就可以 你们做那个开源的根据贡献度来发放奖励 或者是酬劳的这种逻辑啊 这个倒是真的可以的 但是话说回来就是我以前一直讲的一个悖论啊 就是如果通过QAM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的话 那么通过中心化的服务也能做啊 也能做 对 现在就这么做的 对 除非就是说什么呢 除非就是在你的平台上贡献代码的人 对平台极度的不信任 觉得会讹他的工作量 嗯 除非是有这种前提 否则的话分布是并没有特别的优势 但是代价又很高 我用中心化的方式实现这个功能要容易的多 那只要我这个平台可信吧 大家都相信就完了 这就是我们之前也聊过的 为什么现在这个高度中心化 垄断化的平台式的互联网架构 这么的受欢迎 这么的强固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是你只要平台正常运营 大家会愿意相信你 那他的效率就真的很高 好 如果你假定我平台的用户都不相信我 我建这个平台 大家都不信我 但是我还要继续建这个平台 怎么办呢 我就用区块链来建平台 大家在不信我的情况下 继续用我的服务 做区块链的人还是要接点地气 不能太傲慢了 走上路发现全世界都在逆行 这个时候还是赶紧想一想 到底是我的认知出了什么问题 不是大家认知出了什么问题 好 那这个话题就先说到这吧 好 那下一个我们来聊一聊 关于VR游戏的话题 这个也是我们老庄带来的一个话题 老庄来跟我说一下 其实VR游戏这个东西 我到现在也不确定是不是在逆行 所以就是说我们其实多多少少都会对游戏 对于全三敌超你真这样的一个体验 会非常的向往 比如像电影头号玩家这样的东西出来 就觉得那才是真正在玩游戏 所以VR游戏这个概念起来相关的这种设备出来以后 几乎每一个新设备的出现都会引发这种热议 或者说是我们都想去试一试 有什么VR体验馆去看一看什么的 但是多年以后到了今天 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从来就没火过 就是就是所谓的火 就是一般的游戏大作 还是出现在这个主机或者是PC上 很少会说在VR游戏里面有一个大货的游戏 然后多少多少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头戴式设备 或者说VR设备到现在也没有卖出去那么多 也还是就是怎么说 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一个游戏玩家群体 然后正好很有意思的是 我这回到成都去遇到一个原来圣诞创新院的老同事 在跟他聊天 他说他最近又找了一个新的创业方向 准备做一个VR的游戏玩家社区 然后当然他做玩家社区原来就是老手 就是之前就是因为做开发者做游戏玩家社区 进的盛大创新院 所以这方面他经验是非常丰富的 跟我说起来他要做怎么怎么样的一个套路 怎么样通过办比赛 通过让游戏测评 通过这样的一种 他还设计了一种新的玩法 叫做VR设备的一种一周体验 然后就漂流平 就是先漂流到你家 然后你玩一个礼拜 然后再到下一家 通过这种办法逐渐来激活这个群体 但是我跟他聊到最后 其实才发现他有一个假设 这个假设是说到了明年 苹果会发售一款廉价版的平民版的VR设备 Vision Pro廉价版 他说那个时候就都活起来了 在此之前估计人还是太少 所以我因为不太懂这方面 我也不确定到时候是不是真的能活 或者说廉价版的设备到底有多廉价什么的 就回来找李军王老师聊 因为他们可能会比我更资深一点 然后就把这个问题带回到了咱们这个节目里来聊一聊 我觉得要提醒一下他 他应该对社区 然后对游戏也都比较了解 但他不一定很了解苹果 苹果这家公司不会发行廉价版的东西的 他发布廉价版的东西 一般都是高端版本 起码卖了好多年 而且已经增长 已经乏力的情况下 才会开始卖一个 其实也不廉价 你比如说iPhone的那个SE的版本 他也不便宜 所以不太可能啊 在他的这个微星Pro都还没有大火之前 就先给他卖一个廉价的版本 那不就把自己高端的那个型号给拆了吗 这个不可能啊 不要说明年了 我觉得五年之内都看不到 他还是先指望这个微星Pro真的做的能用 其实这个话题 为什么我们一下就想拿出来聊呢 其实今年苹果发布微星Pro那个产品的时候 大家讨论了很多啊 我们在我们听友群里面也聊了几句 但节目里没有深聊 为什么呢 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实在是挺难的 刚才老庄提到头好玩家 那头好玩家这个电影我可太喜欢了 我小说老早以前就看过 然后电影我也看了好多遍 我只看了一遍 因为这个电影本质上 他就是给ACG玩家写的一封情书 那里面大遍处都是各种各样的老的新的ACG的梗 我算这个老资格的玩家了 我大概也只能识别三分之一左右 B站上有一些变态的家伙 把里面一个一个的梗全挑出来 有几百个 当然他里面大概我估计有五分之一左右 是有牵强附会之嫌 就是其实没那么夸张啊 他自己凑上去的 但就算这样也还有几百个 所以就看了特别过瘾 电影最后的时候 那个游戏开发者那老头 说了一句话 说Thanks for playing my game 就我每次看到这里 我都会觉得哎呀热泪盈眶 为什么呢 这个是我们做软件人的一种 共通的那个感情了 就是我做了一个东西 然后你们用了玩了很开心 那我是由衷的感到高兴 谢谢你们用了我的产品 那很多不玩游戏的 不做软件的人理解不了 就是你们为什么会对这种事情很激动 所以电影非常喜欢 但是看了电影 老拿电影来说 哎呀头戴是设备 多么的牛逼 多么的改变世界 但是我真的想问大家 这个电影里面所描述的这个体验 头戴设备真的是关键吗 它一点也不关键 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两个东西 一个是那个游戏虚拟世界里面的 非常丰富和尺度大到惊人的数据量 它构建了无数非常真实的星球 每个星球上有无数真实的地点 里面有无数构建好的数据 然后还有无数的真人在上面玩 这个是它最恐怖的地方 这一点现在 我觉得我们想都不敢想 根本做不出来 不要说那么复杂了 就是像魔兽世界这种游戏 它只构建了 头户玩家电影里面 所描绘的一个星球的 一部分地图而已 那都已经不得了了 那个高峰时期 暴雪有2000人维护那个游戏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那个主角穿的那身衣服 那才是关键 对 它有反馈 你明白吗 摸到你身上 踢到你身上 你立刻就有反馈 很真实 至于说那个眼镜 我觉得把它换成一个 在它面前的显示屏 其实对整个影响没多大 最多是你什么回头 转向的时候 这个360度场景会差一点 但这东西就这么回事了 我弄一个大点的 环形的屏幕 一样类似的 因为说实话 头戴式的这个显示器 没有改变人跟软件之间 互动的根本方式 就是视频展现 我们目前所看到的 所有的所谓的VR游戏 主要由几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头戴的 一个显示的设备 它最大的好处是 有比较接近真实的 3D的感觉 但其实真正用过的 你就知道 它还是有很强的违和感 就跟你看真实世界 是不一样的 第二呢 是手上拿的一些设备 来捕捉你身体的动作 这样呢 你可以不用鼠标 而是用一些手的动作 身体的动作 来代替你操控鼠标 但是这个呢 比如说你是拿着枪 去射击的话 那可能这个感觉还可以 如果你是一些复杂的操作 比如说你要去游戏里边 去解一个谜啊 去搬动一个什么东西啊 其实那个感觉 跟用鼠标也就差不多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VR没有给游戏带来质的变化 换句话说 如果一个游戏真的做得很好玩 你用键盘鼠标和屏幕 它的80%的好玩的部分 都能取得到 至少80% 如果它不好玩 你哪怕全套设备 最高端的设备 它也就那么回事 这里面还没有提到 就是一些特定的问题 比如说你头戴设备的时候 很重压脑袋头晕啊 还有就是你三体转向的时候 如果你那个分辨率不够 或者场景的描绘不够好的话 它跟现实世界会产生一种微妙的差异 这种微妙差异会导致你更容易晕 当时有很明显的案例嘛 capcom做的神话危机的一个VR版本 当时在游戏展上 很多记者还有玩家去试玩 说十个人上去 有八个人回来吐 就是玩十分钟 下就吐 这个现在已经大家会积累一些经验了 会好一点 但仍然会因人而 因为它跟人的正常视野 所看到的东西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反差会导致大脑受不了 它就会产生一些反应 就好早以前我有一个预言啊 就是如果顶级的游戏厂商 不能够拿出非常过硬的VR内容的话 那么VR的硬件设备 其实是没有办法单独立足的 那在别的领域 就是游戏以外的领域 就更加不太可能了 现在PC的游戏主机的 全都有配套的VR设备 所有核心的主机系统 都有可用的VR设备 就设备上你只要愿意 都还是可以配到的 但是软件就非常少 就基本上你去问任何一个 社区里面的一个VR游戏的爱好者 你说推荐一下 有什么VR可以玩 基本上两只手机可以数完 那就说明它生产内容上有困难 这个困难不是说它做不出来 而是它找不到它真的那种 killer app 就是杀手机应用的点在哪里 我记得很早以前有一个游戏啊 切水果 你们还有没有印象 有 iPhone出来的时候 一个很火的游戏 切水果 它当时的玩法就是在屏幕上 用手去画线来切那个水果嘛 是吧 你要把屏幕上飞来飞去的水果 全部都切中 切得越多分数越高 那个就非常好的 用到了触屏的这个特性 然后这个游戏后来 被移植到Xbox的那个connector 就你对着大屏幕 然后你就像一个忍者一样 用手来做刀啊 左切右切左切右切 那个也还可以 但是它有很大的问题 就是你没办法很好的控制 那个相对空间 因为在屏幕上切的时候 你看到那个水果直接切下去 就对了 对吧 那你在connect的时候 你对着空气灰 你那个相对位置和距离 不太好把握 所以这个后来也就没火起来 要探索这种 一定是在那个交互模式上 有很独特的点的那样的一些 玩法内容才行 否则的话 你比如说打枪 打枪 我在屏幕上用键盘鼠标 或者在主机上用手柄打枪 都没有问题 它没有直接戴着眼镜 然后端着一个虚拟的枪 去射击的那种感觉 但是从玩游戏本身内容来讲 差异没有那么大 这就是现在最大的问题 所以它要做这个VRU社区的话 我觉得第一 它指望很快的有一个畅销的 普及度很高的VR设备 我觉得不现实 现在大部分的厂商都在缩减这一块 包括我们之前听到的 字节的Pico也缩团队了 然后苹果的这个 我觉得它也只是一个 给股市的缓兵之计 苹果也没自己 也没认为 它就会成为下一代的 killer的产品 我一点都没有看出来 很难 我觉得不要说明年了 几年之内都很难 第二就是内容 内容真没看到 回头还是得跟他再聊聊 对 我觉得得劝他谨慎 是 我这边也补充一点 对 其实学校里面对这件事情 也还挺上心的 特别是大概四五年以前 四五年以前 其实在学校这边 其实还流行用这种3D来做一些教学场景和案例 甚至在教育部层面还在推虚拟仿证试验这些事情 对 当时呢 也是学校能够画一些经验出来去做这种学习资源上的建设 然后呢 就有很多的一些提供商 对 其中就有几个就是专门主打说 你们是不是考虑用类似这样的VR技术去做一些虚拟仿证的一些实验 对 当时我还记得挺清楚的 就是头戴尸以后 对 因为我这边也看过头好玩家呀 包括我 我以前在一些报告里面 也会用他做一个未来学习的一个例子 因为这个东西比较容易让人去迁移到一些教学场景里面去 对 当时用了 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一个滑雪的游戏 对 那真的是站着就把你给拢晕掉了 就差没有趴在地上 对 它的那个效果确实是体验是非常不一样的 对 那事后回想起来 其实还是挺有不适感 但是呢 它是非常有不一样的这种体验 所以说呢 很容易让人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期待和幻想 对 而且呢 像这些硬件提供商里面 它还做了很多的一些demo嘛 对 其中有几个demo我就 我就非常印象深刻 哇 你坐在沙滩海边就去就开着会 对 和大家去做交互 然后呢 讲解一些科普知识的时候 画一个他的那个鲸鱼出来了 对 然后你可以看到里面的所有的一些细节 对 那这些弹幕里面确实能够让大家比较容易去说啊 那这个以后都能用这样的一些技术去做教学内容资源的话 那该多好呀 对 但是现在直到今天虽然还会有一些提供商是不是会提 但是呢到目前为止 我们真的还没有看到真的能够落地 并且呢又能够证明它的独特价值的一些场景和案例 对 非常非常少 对 直到我这边也还没有没有看到过 所以说呢 是不是就是像李老师前面所提到的 对 这些一些技术上不可克服的 对了 就是他们那个那个意见厂商在跟我们讲的时候还会说 什么视角问题 轩晕问题 以后都会解决的 这都不是问题 对 随着时间的发展 技术会进步 对 也是这么去去去承诺的 对 希望现在也没解决 对 现在看上来还还挺难的啊 而且还有一些著名的骗局啊 像你刚才说的 在那个会议室中间砰 跳出一个鲸鱼的那个 那个Magic Leaf嘛 那个Magic Leaf 最后被证明就是一个骗局嘛 嗯 是的 是的 呃 他一开始说是裸眼的啊 那听了就觉得太魔幻了 后来变成一个眼镜 那眼镜他也做不到 其实 对对 就这个领域骗子也挺多的 好 那这个话题我们也就先说到这啊 第三个话题呢 是关于刘润啊 是群里面我们有群友提到这个问题 说润总最近灾了 刘润今年的年度演讲被人抨击 说里面有造假 有一些事实性数据上面的一些错误 那这个很奇怪啊 就是这个人 委员真的不知道这人是谁 群里面提到的时候 我还在想刘润这个名字好像听过 也好像没听过 是不是那个什么富豪排行榜 后来一想不对 那个叫胡润 胡润对 是吧 是叫胡润吗 胡润胡润对 对 胡润是另外一个三种 刘润到底是谁 我真不知道这个人 换我去查 查了一下啊 是这么一位 然后他这个故事啊 挺有代表性的 说实话 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类人的 一类的模式 很可能最后也会有相同的一类命运 刘润你没以前听过吗 我很早就知道他 那比我强 我没听过 他在上海的出租车司机界 非常的出名 出租车司机为啥 其实是好多年前了 大概是在 我都忘了具体哪年了 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那个时候他在微软 是叫一个出租车司机 给我上的MBA课 然后呢就讲啊 他在徐家会赶去机场 然后就有一辆大动车 发现他 然后他就去 上了车 然后那个租车司机 就跟他一路上跟他讲 怎么算成本 怎么样去挑客人 然后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如果迎面走了两个人 一个人穿这样 一个人穿那样 你接谁 或者在一个医院门口 一个人拿着药 一个人拿着脸盆 你带哪一个 然后他就说 如果你带那个拿脸盆的 一般 就是你应该去接那个 带着脸盆的 因为如果他只是拿着药的话 有可能就走了 但是如果拿着脸盆的 有可能就是出院的 或者是住院的 这样的话呢 你就还应该是挑那个带脸盆的 然后当然说了一堆的这样的经验 然后呢其中有两段话 特别让人刺激 第一段话就是说 很多司机都很抱怨 说生意不好做 有价又涨了 都从别人身上找原因 我就说 从别人身上找原因 你永远不能提高 从自己身上找找看 问题出在哪里 这好古木派的鸡汤啊 对 对 然后还在说 在大众的公司里 一般一个司机三四千 好的五千左右 顶级的司机 大概每个月能有七千 然后全大众两万个司机 大概有两到三个人 每个月都能够拿到八千以上 我就是中间的那一个 而且很稳定 不会有大的波动 刘润当然在这篇文章里面 就非常非常的佩服这个出租车司机啊 但是这篇文章在当年的上海 如果有出租车司机 无论是见到这个刘润 还是见到这个叫张晴的人 是一定想要冲上去打的 为啥 因为当年的上海 本质上的问题是 出租车的数量在越来越多 而私家车和地铁交通却越来越方便 油价还在不断的飞涨 而司机的补贴却迟迟不见上涨 所以整个出租汽车行业 所有的司机平均收入都成下降趋势 这样这个大趋势下面 刘润抛出来了这样的一篇文章 然后里面有一个叫张晴的司机 分享他的所谓的MBA心得 就成为众多的出租汽车公司的挡箭牌 和转移矛盾的借口 就说你为什么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呢 你看看人家张晴 一个月能赚8000多 那些每个月收入只有3000 4000 5000的租车司机不骂娘才怪了 这是一个非常恶劣的一种鸡汤文 这种鸡汤文其实就是在转移社会矛盾 就是说你看 他说的那个司机真的存在吗 我认为他编的 不真的有 真的有是吧 有这样的司机 然后呢 其实我的 是有这样的司机 我的意思是他真的碰到了一个吗 还是他只是编了一个 不好说 这个我不需要去推断他的真假 只是说这样的文章本身的危害性 而且另外一点 就是我的小叔叔 就是我最小的一个叔叔 是当时的上海的强生的出租车司机 他已经开了20多年的出租车了 当然现在已经退休了 是公号00开头的 就是前几千个司机之一 我当时就专门问过他的看法 这篇文章刚出来以后 我就问我叔 说他就说这篇文章里面的很多做法 我们这些老司机大多数都是知道的 但不屑于去做 有人在路边招手 你不能不停 客人要去的地方 你不能不去 否则的话 这就叫做服务下降 是的 本来是这样 大多数的上海的出租车司机 如果都像张晴这样挑客 挑地方 挑路程 就算个人收入上去了 上海的出租车司还能好吗 他服务还对吗 还是一个正常的好的服务 但是关于心灵鸡汤 写鸡汤的那个人 他说不管这个的 他觉得 你看这个人收入上去了 你为啥不学 你为啥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这就是所谓的 鸡汤文 或者说是MBA文 或者说是奋斗成功故事文 常常会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套路 这样的套路 其实是不管大趋势 不管背后的是非对错的 而很多涉事卫生的小朋友 就会觉得 哇好有道理啊 醍醐灌顶啊 就是这样 对 我也想起一件事 我刚到上海 当时坐输车 司机就跟我抱怨 那个司机厅 就是一个上海本地人 他就在说 他说现在上海的外地司机 越来越多了 然后说他们就有些时候 挑客啊 绕远啊 什么什么的 他说我们上海的老司机 比较有荣誉感 认为我们这个服务招牌 大家都说上海输车服务是不错的 现在越来越差了 当然我不完全同意 就一定是本地外地的这个差异啊 这个是常见逻辑 坏事都是外地人干的 哪个城市都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我不完全赞同啊 但是我觉得也有一点道理在哪里呢 就是老上海人开车时间长了 他有这种荣誉感是比较正常的 而如果真的是外地来务工的话 那么他可能赚钱对他来讲更重要一些 这个不是说对每个人都这样啊 但是从统计意义上来讲 这样的概率会大一些 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并不是上海人跟外地人的问题啊 我只是说不同的人 他看中的事情会不一样 有些人他会看中的是 除了赚钱以外 我还承担着一些责任 当然他有些事情他就不屑于去做 就像刚才老庄说他小叔的这个观点 那但是像刘润写这篇文章 那他可能就不在乎这个 他就觉得说哎能赚到钱 MBA嘛就教大家怎么赚钱嘛 那怎么赚钱 只要不犯法 那都是可以的呀 那这个就是像现在流行的一句话 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 不会真正去做共同富裕这样的事情 不会去花那么大的精力去扶贫 实际上是类似的道理啊 王老师以前知道刘润这位吗 对我知道 我甚至还有他的几本书 对 王老师你买书买太多了 是的 你一直买多了 第二个呢就是就像庄老师前面所说的 刘润那是一个还挺会讲故事的人 嗯 而且呢还是一个挺能够把不同的信息源来去做总结的一个人 这是他比较上场的 而且他也是标榜好像是好像是做咨询对不对 给一些企业做咨询 对他是一个咨询公司 对 然后还在不断的讲他的一些成功故事 对 我就听了好多 对 那他书里面呢其实是因为我们做技术这一块嘛 对 那我也会对商业啊这一块会做一些一些一些知识上的一些获取 对 他的有些书其实是在这一块是有些总结的 嗯 对 这是我买他书的一些原因 对 但是呢你会发现就是他的书里面啊就是类似这样一些套话和这种套路还都是类似的一个样子 嗯 讲一些成功故事 对 然后呢用他自己的话去总结 对 然后呢翻来覆去反复的去说 对 而且呢也比较喜欢去做一些热点 就是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他就会按他的这套模式去做一些总结 不管是不是相干不管有的逻辑上是不是很自洽 他都会去 嗯 对 然后呢这一次翻车其实也是应该是模仿那个老罗的那个方式 对吧 嗯 年度演讲 开影片 对 年度演讲去做 对 因为他的这个我还没听过啊 老罗的我听过嘛 嗯 老罗的也是也是一个套路 对不对 对 成功故事 然后呢金句 是吧 然后大屏幕 嗯 对 然后呢给你去说 对 当然他也很厉害 因为我得到我也听 在最开始的时候也听过 他的那种坚持啊 对 反复的做一件事情啊 对 我觉得也还挺不错的 对 但是呢你会发现 他的他们的很多的这些说话的模式听多了 你会发现没有什么动静 只是把一些已有的一些知识和信息 用他自己擅长的方式去做一些表述 对 很难在背后有一些比较深入的一些分析 对 那创新我觉得就更难了 对 而且呢像这种说多了 这种不专业的这种翻车 对 甚至可能故意的去做一些数据上的一些手脚 我感觉都是有可能的 这是我的一个感受 嗯 我虽然以前没听过刘润这位的名字啊 但是我看了下他的简历我就发现他就符合我一直讲的一类人叫职业演讲家 嗯是就是刚才王老说的他特别会讲故事去抓热点 然后通过热点 阐释 讲故事 来建立自己的人设 啊建立他之后干什么呢就各有不同了 比如说老罗他是做自己的知识分享的这样的一个社区啊 做这样的一个内容的平台 那刘润好像不太一样 刘润他一个是塑造自己品牌之后可以出书可以卖客 另一方面可能也是为他的咨询的公司啊去找一些生意 比如有一些企业会来找他做咨询服务 可能这个是他的一条路径 因为他们俩人不太一样 他是外企出来的啊 做战略啊 做企业咨询服务这条线可能更熟一些 我具体不太了解 我看他百度百科讲的 大概猜想应该是这么一条路 那么这条路上他主要的一个要诀就是不要碰自己不熟悉的东西 而自己熟悉的东西他讲的越多 接触的案例越多 其实他会慢慢的形成一种积累啊 这个其实没有问题 但是这一次为什么可能翻车了呢 那就是他拿来做案例的这家公司本身就有挺大的争议 他的业务模式本身并不是一个高度优化的模式 那么他本身的一些争议呢 就不容易那么能够把它包装过去 其实现在也不是具体大家都很清晰说一定讲错哪里 因为企业的数据嘛也不公开的 但是从常识来判断呢 有些地方肯定是包装过的 这个包装呢 我觉得更多的就是一种所谓的定义学 比如说我说我开了2500家分店 那么什么叫开分店 这个是可以定义的 我正儿八经的开分店啊 这是一种大家通常的理解 那他说哎 我现在给某个特定的原来就有的超市供货 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专柜 我说这个也叫开分店 那这就是一种我称之为叫定义学啊 就是我人为的制造了一个定义 这个定义呢 你也没办法说他错 但是他跟正常人的理解不一样 那我的标准很简单 我在路上随便找一个路人 问他哎 你觉得开分店是啥意思 那他讲的肯定是正常人理解的开分店 不会是定义学大师们定义的那个开分店 所以这个就在我的体系里面 我就会认为他这个就是一种 说好听点叫包装啊 说的不好听点 可能就真的是失实之处了 那这种呢 我个人认为其实是一种很常见的模式啊 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而且我之前好像还提过啊 就是我见到的一些原本很优秀的学术界 或者专业领域里面的专家 他一开始在网络上开始分享他的一些观点的时候 挺优秀的 没有问题 是他熟悉的专业的领域 讲得也很深刻 有很多洞察 没有问题 但是呢 这样的人很稀缺啊 所以他一出来马上就有很多粉丝的 然后一传实实传百 马上就变成一个大V了 成为大V之后呢 有两种路径啊 一种路径是继续保持在原来的那个样子 那他热点过去了 他就会慢慢的没有那么火 如果你受了这个的话 其实就没啥啊 有的人呢 他就尝到在网上拥有很多粉丝 这样的一种甜头之后呢 他就上瘾 他就想有更多的粉丝 他就想有更多的欢呼声啊 那么这时候 他就开始很起劲的继续做内容 做得很用力 那到一定阶段可能会用力过猛 什么叫用力过猛呢 就是他觉得他的熟悉的那些东西 可以用来解释世间万物 本来是研究比如说三农方面的东西的啊 他他那条理论解决农村啊 农民的问题没有问题的 后面他用他来解释国际政治了啊 那这个就一定会出问题 类似这样的情况很多 那很多翻车都是在这个点上出了问题 就是他本来不感兴趣的 但是他要去瞎扯 瞎扯其实也没关系了 在网上随便扯你的观点 哪怕这观点不对也无所谓 但是要命的是有一些人 他会慢慢的开始变得觉得他很专业 他说的就必须是对的啊 别人如果反驳的话就不行 他就要去跟别人杠 那这个就慢慢的就会划向另外一个极端了 所以我觉得网上立人设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啊 就是我们这个节目 我一直都很当心的一点就是 我们尽量轻松一点啊 不是以那种很专业的方式 哎我说就是专家 我就是这个专业的 不是的 我们就三人下聊啊 你爱心不信 有道理 有道理 也避免自己翻车 前车之鉴 后车之鉴 对啊 那你觉得有道理 你就听 然后你最好也去求证求证 你觉得没道理 你就当听一乐啊 我们都无所谓 OK 那这个我们也先说到这啊 那时间差不多了 今天还有建书 所以那个王老师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 我们就下周再聊吧 OK 嗯好 那今天建书 王老师先来吧 好呀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书的名字是 信息时代的伦理学 嗯 那介绍这本书的原因其实有几个 第一个呢是因为这本书里面那些很多的话题啊 和我们这个节目是非常有关系的 对 那我一会举些例子 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得到 第二个呢就是伦理学这个话题啊 他在现在好的教材不多 而且呢这本书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美国教材 而且呢作者其实是一位高销德老先生 对 这本书现在已经出到了第八版 对 而且还是做了非常和时代背景更新的一些话题 对 当然即便是这样 对 因为像现在信息技术发展的特别快 对 像人物智能呀 像大模型里面自然也没有包括到里面去 他的这个第八版应该是2018年左右 新出的一个版本 对 那还有是因为这本书的翻译的两位教授 对 也是我认识的 都是北航的 对 他们呢其实也一直在像信息技术的一些普及 还有像高中信息技术也做了非常多的一些事情 对 而且呢 他们把这本书呢实际上是定位为一个科普读 对 实际上是对计算机还有信息技术的伦理学的一个科普 这样一个定位来的 然后呢我看了一下这本书 对 里面确实是非常丰富 也非常丰富 也非常符合这种科普类的一个特点 对 这本书呢 大概有十个章节 而且还挺厚的 对 那我手上拿到的这个中文版呢 有500页这样一个厚度 对 那这十个章节里面其实讲了非常多的 和我们 嗯 后互联网时代的这个节目的内容 其实很多相关的一些话题 包括我们的一些网络上的一些审查呀 包括知识产权问题呀 包括隐私呀 包括政府呀 还有数字安全呀 还有一些职业呀 数字鸿沟呀 对 这里面其实都是有所设计 对 那接下来呢 我稍微那个再详细介绍一下这本书 它里面的一些主要的一些内容 对 这本书的内容呢 实际上是结合了大量的一些案例 对 因为伦理学嘛 对 可能大家 包括我自己呀 刚接触的时候都会觉得 是不是离我们挺远 而且呢 是不是会比较偏理论 对 实际上不是的 对 特别是这本书 我觉得给出来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对 就是它在书里面去做行文介绍的时候 实际上它是举出了大量的一些例子 对 就是在我们这个互联网时代 通过一些例子来引出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伦理问题 对 它的第一章 对 其实就用了一些计算机的一些发展的一些不同的关键路径上面的一些技术点 以及它产生的一些问题 特别是对像新技术的一些使用和对这些技术的控制工作 对 然后呢 进而去维护 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一些价值观 作为它的一个核心点 把信息技术的发展作为一个串联 而且呢 提出的一个第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是 那今天能和信息技术的一个关系 对 包括怎么样去利用信息技术 对 怎么样去规制它 对 进而符合我们人类发展的方向 对 成为它的第一个章节的一个主要的话题 而且呢 这本书的每章的后面啊 其实是非常丰富的一些补充资料 它有讨论题 有复习题 对 还有一些课堂练习 还有一些人物装法 对 我个人觉得比较有趣的呢 是它的讨论题这个环节 对 讨论题这个环节里面呢 其实也是有大量的一些 那个现实的一些问题啊 对 比如说它会 第一章里面就列了列了一个这样的问题 就是尝试几天 你和一切的数字设备绝缘 比如说去露营呀 然后呢 不用现代化的一些数字设备 对 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体会 对 你会不会和社会的交流中断 对 它就会出类似这样的一些开放式的问题 对 再比如说它会让你去讨论 包括现代的一些互联网技术 电话 电子邮件 还有我们现在的像社交媒体 对社会层级结构 有哪些 有哪些冲击和影响 对 就是在你的学习生活工作当中 对 整个组织结构 对 有什么样的一些冲击 对 再比如说那90%的人用的是Windows操作系统 对 那这种情况对用户来说是好还是坏 对 那可以列举你觉得好的地方和列举坏的地方 对 那类似这样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对 那每个章节里面都有 对 我觉得还是一个非常具有一些启发式的一些问题 对 那第二个第二章呢 其实就是对伦理学做概述来 对 就是什么是伦理学 对 包括社会是由遵守一套规则系统的人组成的 对 那这些规则是为了长远的角度促进成员的一些利益 对 然后也讲了什么是道德规范 对 那同时呢 也点出了 伦理学呢 就是对道德问题进行德学化的研究 是对人们道德信仰及行为的合理化评论 对 这个呢是比较理论的一点 而且呢 它里面其实也列举了大量的一些伦理学在非信息技术领域的一些观点 包括一些著作 对 但是呢 同样 虽然它有理论的地方 对 但是呢 它还是通过列举很多的一些开放式的问题 对 让大家能够比较方便的从容的 带进到这个伦理学这个话题里面去 对 那像它的那个第三章网络通信 对 这里面我是比较 读了以后呢 我是有比较深刻的体会 对 就是我们在咱们这个节目里面讨论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它的3.6讲的就是审查制度 对 那我们前面其实有过节目 其实就专门讨论这个 而且呢 在它的整个书里面呀 国外的一些互联网公司就是它的常客 对 特别是像Facebook呀 谷歌呀 都是这本书里面的一些常客 对 那在那个第三章的审查里面 其实就列举了像Facebook 而且呢 它的那个讨论题里面 第一题就是Facebook 如果要求每个用户用真实的姓名 会怎样 然后呢会让你给出 你对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 对你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对 这是正好就又和我们前面的节目串练起来 刚刚聊过 对的 对的 所以说呢 像它在书里面其实是特别关注这些问题的 而且呢 有些内容呢 明显也是一个问题大于你背后的一些理论 对 是没有一个正确的解释 更多的是希望能够引起读者的一个思辨 对 这是它的一个一个一个书的好处 第四章呢 我估计就是像 像庄老师会比较感兴趣的 就是讲知识产权 对 然后呢就从财产权开始讲起 对 重点讲啥呢 重点就是讲我们节目里面也会关心的 第一个是软件 对 特别是像开源软件里面讲了一些 对 然后就是内容 对 就是像CC这一整套的一个东西 对 这就是为什么我前面一上来就说 它其实是一个偏科普的东西 对 它其实这一块呢 是比较全 但是呢 它的一个 嗯 不好的地方 其实也是挺明显的 就是没有讲的那么深 但是呢 它是通过一些补充材料 对 是让读者 如果你有更有兴趣的一些 一些 一些 想知道的 对 你可以通过它的补充材料 可以去获得更多的一些信息 对 像知识产权里面 它也列举了像谷歌 对吧 谷歌的数字图书馆 对 包括是不是政府 包括商业 给予谷歌的过大的一些权力 对 以及保护数字 媒体时代的知识产权 是不是一种徒劳的工作 对 它也提出了这样一些 思辨性一些话题 对 像第五章呢 就是 那个信息的隐私权 对 这块呢 其实也是 现在关注的特别多的 对 包括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 对 也是它花了很多的一些 长篇大论 对 那接着的就是 第六章的隐私和政府 对 这个也是 对 因为政府在这种隐私里面 其实也是起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作用 对 当然因为这本书是美国教授写的嘛 所以说它里面列举的更多的还是 美国政府和它的提议下面 包括美国政府像从能够普查到视频监控 对 包括里面也列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是否应该在类似体育场馆这样的地方去装摄像头 进而去对一些潜在的这种自杀式的袭击者去做这种监控 对 这个呢 其实也是比较现实的问题 对 然后呢 是希望能够启发从读者的角度 你怎么去看待政府 对 以及是不是相信政府有可能会滥用一些相关的一些一些信息权利啊 对 那是这样的 对 那还有的话就是像职业道德 对 也是花了比较大的篇幅 对 我可能比较感兴趣的是反而是像那个第九章 对 第九章他讲的是啥呢 是工作和财富 是第十章 第十章 第十章的工作和财富里面 第一个大的话题就是自动化和就业 对 这个呢 也是我们在节目里面会继续提到 对 只不过呢 就是今天AI技术这件事情其实会有更大的冲击 对 他在这一章里面讲的就是 随着自动化程度的提高 数字化程度的提高 工作可能会已有的一些岗位会越来越少 对 对这种冲击 对 那我们的这种道德伦理上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一些影响 对 那再比如说在这种分配机制上面 也是 对 随着现在越来越多的工作都是 呃 知识型工作 对吧 数字化工作 对 那像这种呃 数字鸿沟 对 是不是对这种分配制度和分配的方式也会产生一些冲击 对 那还有就是也讲了教育里面的像这种在线课堂啊 对 是不是也会引起一些教育行业的一些伦理上的一些问题 对 那这些呢 其实都是还挺有意思的一些一些点啊 对 和我们现在呃 在节目里面的一些讨论的一些话题还挺相关 对 我甚至觉得他可能就是为我们节目定做的一个科普读路 对 如果我们节目里面的一些不清楚的一些点 大家可以翻一翻 我觉得还可以还真的挺挺能够补充我们在节目里面说到的一些呃 特别是一些比较严肃的一些定义呀 一些他的发展背景呀 对 那这个呢 嗯 我是觉得挺好 但是呢 我也同时又又特别期待呀 因为他里面全部都是呃 主要还是美国的例子 对 那如果咱们的国内的学者如果也能够以类似的方式去写这种数字时代的伦理学 其实我觉得还是挺期待的 嗯 嗯 数字伦理现在很火啊 我知道的有一些学校的社会学科 都在搞这方面研究啊我不知道华师应该也有啊 就跟数字有的有关的啊 嗯 但是能够把它总结的总结成教材特别是这种对比较对全面的教材 我觉得这个还是很要功底的很要功底的对对对对嗯 好的我的第一本书就介绍这么多 我回头就找这本书来看 其实我对论理学一直非常非常感兴趣 我其实自己也一直在在思考和研究这方面的话题啊 回头回头可能会找时间单独来聊一聊我 我学过看过以及想过的一些问题 但今天就不展开了 挺好 今天要介绍的一本书比较轻松了 这个一本网络小说 而且还不是中国的网络小说 是一本韩国的网络小说 被翻译成中文 号称韩国网络小说三巨头之一的网文大爆款 可能是最著名的韩文小说之一 然后我在看这本书之前 我完全不知道它是韩国小说 我莫名其妙就把它加到了书架里 因为微信读书里有书的名字叫全知读者视角 网络小说我们上次还聊过一期 就是专门讲有各种各样的风格类型 比如说穿越类的 穿越类当中有特别的一类叫穿书类的 就是穿越到了一本小说里 然后这个小说就是全知读者 这个小说是特别厉害的 是很多种风格混在了一起 就是比如说这本小说 就是他这本小说叫全知读者视角 这个小说的主线就是讲有一个主角 这个主角叫金独子 就是姓金名独生子女的独子 他是一个网络小说爱好者 他读了一本什么书 这个书叫做什么 在灭亡的世界里活下去的三种方法 简称灭活山 然后那个小说的话 只有他一个人从头到尾 读到了最后一章 读到了完结 而其他的读者 很多很多读者 就在前面十几章 二十几章就弃坑了 唯一有一些人稍微读得多一点的 也就读到了三四十章 只有他一个人是读完了的 这就带来了叫做读者的力量 因为到某一天以后 这个突然这个世界 就变成了小说里的世界 不是说他穿到了这个小说里 而是他所生活的整个世界 就变成了小说的场景 然后他就发现这一幕一幕的 我在小说里都读过啊 而且他能够完全能够预料到 后面会出什么事情 因为他小说都看过 而且更有意思的是 在这个大事变发生之前 他还收到一封邮件 是这个小说的作者给他的礼物 礼物是啥呢 就是这个小说的TXT文档 而且他的手机居然还有电 虽然网络已经没了 所以说别人都无法 这个再去回看这个小说 但是他手机里还能有小说的全部章节 所以他可以经常翻小抄 这是这是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穿越到书里面 然后这个小说本身就是什么灭活山这本书呢 又是一本无限重生流的书 在这个无限重生流的书里面呢 有有这个小说的主角 叫什么什么名字 这个人的话呢 在小说开始的时候是重生到了第三次 还是第四次 好 这是无限重生流 然后呢 整个这个小说之所以要无限重生呢 是有一个类似于大逃杀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是高等级世界高等级文明 突然要到地球来玩个游戏 就类似于啊 这个第一个游戏你们只能活下来50% 或者说第一个游戏你们只能有什么什么人活下来 然后大家就开始跑逃啊 或者是战斗啊 或者怎么样 反正有些人就活下来 有些人就死了 这是又是一个设定 大逃杀设定 更有意思的是 直播 就是就是 高等级世界的那些幕后大佬是不出现的 但是呢 他们会派一些像小妖精一样的人来到地球 同时呢 他们是一个一个的就对于高等级世界来说 他们不过就是一些up主 但是呢 他们是直播的 他们同时呢 对于下面的世界来说是高高在上的游戏操控者 但是对于上面的那些高等级世界的大佬来说呢 他们只不过是直播的up主而已 他们要去玩一些游戏 然后让下面的人类或逃或死或杀或怎么样 然后 他们的如果直播玩的好 大佬就会打赏 而且大佬打赏的话呢 有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打赏这个up主 但是呢 也有可能打赏里面的某一些呃 就是游戏玩的特别精彩的人类 就比如说啊这个谁谁谁反杀了一个妖怪 然后呢幕后大佬一高兴打赏多少多少金币 这是又是一个设定又进来 而且他们还有一些场景是什么呢 就是有就比如说有一段特别好玩 就是一群人跑到一个电影院 然后呢这个电影院当然有很多的电影海报 然后每一个电影海报他们都能穿进去就穿到那个电影里面去 在这个电影里面有可能是破案啊啊有可能是这个什么加勒比海盗啊啊也可能是什么什么海战啊也有可能是什么啊就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情节 那么也就是他他又搞出来一个大情节套小故事这样的搞法 但是所有的这些设定他以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方式拼在一起之后最令人惊喜的设定就是读者的力量 就是因为这个金独子这个人他读完了全书他就获得了一种叫读者全知视角这样的一种力量 什么力量呢他能够看透这个小说里面的人物的心理活动 甚至能够知道他现在在想啥在干啥要干什么 而那些没有读完全书的人多多少少也知道一些一些情节 只不过呢他们有个编号比如说第一个气坑的第二个气坑的到倒数第二个就是最后一个气坑的当然就是这个作者自己嘛 就是这个读者自己嘛但是还有个倒数第二个气坑的就也会已经知道这个小说的很多很多情节了 对他们来说也有帮助还有一种人也是在小说后面出现的就是啊 这里面出现了一个什么什么人他其实是另外一本小说的作者 但是呢他这个小说不是自己写的他抄袭了这个灭活山这本小说 所以他在抄袭的过程中当然也深入的理解并吃透了原原本小说的很多情节内容 所以他也有他的呃特异的能力就这些设定全部混在一起 形成了一本呃非常有趣的书 而且而且就是有一些好玩的情节就会出现在呃比如说 呃你做了一件什么什么事情幕后大佬表示不理解 但是另外一位幕后大佬因为他幕后有好多个大佬 这些大佬其实背后也有他们的性格 有些大佬呢就喜欢看打架 你一旦打起来他就给你打赏 还有些大佬呢喜欢看阴谋诡计 你一旦这个设计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阴谋诡计 大佬一高兴也给你打赏 这这背后就有很多有趣的东西 这是这是一本书好玩的地方 另外一个好玩的地方呢 其实嗯当然这些光光是靠设定的话 这本书不可能这么火 最主要的还是这些设定背后的人物 就是主角也好配角也好 还有这个所谓读者 还有其他的这些气坑者 当然还会有这个嗯 各种各样的或者是坚强的人 或者是软弱的人 或者是这些暴力的人 或者是很聪明的人 或者是这些有特异能力 特异功能的人 甚至有一些阶段性的小角色 比如说这个穿到了一个电影里面 然后这个电影里面有一个谁谁谁 他的性格也非常的鲜明 有独特的吸引力 他他对我们这种阅读小说来说 因为这个人物也很有意思 那个人物也很有意思 而且的话呢 还会有那种就是呃 也不叫反转吧 就是一个一开始看上去很糟糕的角色 慢慢慢慢的我们去了解到他背后的故事 了解他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一个人 一方面呢 我们对他也更理解了 一方面呢 他也在逐渐的变得更加的人性化 也不仅仅是邪恶的 或者是暴虐的 或者是什么样 就这样的一种呃 人物的鲜明的性格 以及呃 他的这种特征的逐渐的变化 会让我们更愿意去追这本小说 所以呃 唯一的缺点啊 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个是一个很长很长的 网络小说 而我们现在在国内读到的简体中文版只有第一册 后面呢 还没翻译出来 呃 我在网上的找到了这个台湾版的翻译 呃 翻译到了第五本也没完 呃 据说是有八本还是十本 但是现在台湾版的只只出了第五本 所以所以还只能等 这个这个很痛苦 但是小说本身是非常吸引人的 就是就是一读就会就会进去的那种 嗯 这个还是可以推荐给大家 因为毕竟还是很好玩的 嗯 感觉上像一个旧级缝合怪啊 缝了很多主题和设定在里面 我听他的那个就是高等级世界 大逃杀 然后不同的人直播打赏 这个设定 非常像我之前推荐过的一款游戏 叫 The World Ends With You 美标新世界 哦 那个游戏是呃 日本的Square公司做的一个很另类的RPG 他也是这样的 就是不剧透了 但是反正这个设定就听上去 你刚才说的很多设定 我以前都依稀在哪里看到过 啊 那一个缝合怪 对 就是他虽然确实是缝合怪 但是却缝合的非常的精彩 就是要比一般的 是 缝的好就是好东西啊 现在很多优秀作品都是靠缝的好啊 嗯 嗯 好 那最后该我了啊 好 我今天推荐的书这个紧跟时事啊 叫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 英文叫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 而这本书非常非常的有名啊 它是米尔斯海默啊 约翰米尔斯海默和Steven Walter 两个美国的顶级的国际关系学者写的一本书 这本书是2007年出版的啊 中文版是我们同济的国安学院的王川兴老师翻的啊 是2009年出版的 我现在看到的版本是微信读书上有 是2019年再版的 嗯 这本书就像它的标题一样啊 它是讲以色列游说集团的 然后它重点讲了以色列游说集团 怎么影响美国对外政策 那我简单先介绍一下这两个作者啊 尤其是其中的这个米尔斯海默 这位老兄在中国名气非常大啊 你们如果关注国内的一些国际关系学者的话 他们都挺熟的 都跟米尔斯海默挺熟的 就是活着的美国的国际政治学者里面 可能跟中国最熟的是这个米尔斯海默 他没事就往中国跑啊 北京上海到处跑 然后跟什么这个颜学通老师啊 金灾荣老师啊 还有什么张卫为啊 都很熟啊 经常在一块聊东西啊 这位老兄呢 他是40年代 1947年出生的 他比我说的叫美国的冷战三巨头啊 这个是我定义的三个人啊 就是乔治凯南写那个长电报的 还有吉兴格 然后布尔金斯基 这三位呢 乔治凯南是1904年出生的 啊吉兴格跟布尔金斯基都是20年代的 23年28年出生的 那米尔斯海默比这三位 就是美国的冷战时期的最优秀的政治学者 要晚上一代啊 他跟中国这么熟 我觉得是有原因的 有很多人错误的理解啊 以为这个米尔斯海默就是米尔斯海默是一个清华派 其实不是的 他一点都不清华 他准确的讲 他是一个叫强硬的对华斗争派 什么意思呢 就他认为中国是美国有史以来面临的最难对付的敌人 为了打赢中国必须要集中帝国的全部力量 而且还要超数兵发挥才行 否则就一定干不赢 所以他很着急很焦虑你知道 所以他就认为现在美国搞的这些外交和国际政治是完全在瞎搞 你怎么能在欧洲在中东这种没什么鸟用的地方浪费精力呢 你得赶紧收缩啊 集中精力在亚太啊 专门对付中国啊 不然你怎么干得赢呢 所以他的出发点是这个 所以他的整套逻辑跟之前我介绍过的布洛基斯的那个大棋局的那个那个整个规划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阿米亚采默有一个很著名的理论叫进攻现实主义 他是现在应该是美国 现在活着的现实主义学派的大师里面最有名望的 所以他是很现实的地缘政治家 他就认为 你分清楚轻重缓急 中国是头号敌人 真正能威胁你的能够颠覆你的只有中国 所以什么俄罗斯你跟他谈谈啊 这个乌克兰就不要什么加入北约了就把乌克兰做缓冲区跟俄罗斯搞好关系一起对付中国啊 什么中东在中东他是他是非常坚定的两国方案的支持者 就是早就应该说服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 然后跟以色列和平共处 这样美国可以很低的代价就能够掌控中东啊 不用在那里浪费时间浪费精力浪费钱啊 老老实实回来干你自己的建设跟中国搞啊 所以他是这么一个一个一个态度 他经常给这个美国政府献策如何对付中国 但是很遗憾的是没有人理他啊 就是他的这个其实他这个对我们来说威胁很大 就是如果都按他说的做 那就我们会非常难受的啊 但是呢事实情况恰恰相反 就他这套逻辑呢在美国没有人鸟他 认为他这个瞎扯啊 非常的政治不正确 相反他跑到中国来讲这些对付中国的方案 而中国很多人愿意跟他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其实不是很怕那种很强大的对手 只要你还是怎么根据事实逻辑啊 实事求是的谈问题 大家都可以交流 我不一定认同你的观点 但是我很愿意跟你聊 因为至少你是认事实认逻辑的 不是那种只讲政治正确的 或者是说一套做一套的那些两边派政客啊 你只要不是这样的我们都很乐意聊 最后的结果就是 米尔斯海默每次到中国来聊得很开心啊 在美国就没啥事做 所以他现在老往中国跑啊 就是这个原因 那他在美国这边呢 很受伤啊 大家不理他 这个一方面呢 跟他的很多观点不符合主流政治正确有关 比如他在乌克兰问题 在中东问题上的态度 就是我刚才讲的 其实是很现实主义的 但是就不够政治正确 另外我也强烈怀疑 他在美国 大家不理他跟他写了这本书是有关系的 顺便啊 这几年下来 米尔斯海默现在也没什么耐心啊 经常骂美国政府的这些外交官 什么国务卿啊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啊 都非常看不上 张口闭口就说 现在华府这些小年轻啊 如何如何啊 就就说他们 那当然后者也很讨厌他 我觉得就是这个合情合理啊 因为大家互相的吧 那另外一位 Steven Ward 米尔斯海默是芝加哥大学的 啊 芝加大学的这个文科和政治学都很强啊 那 Steven Ward 另外一位作者 他是哈佛的啊 哈佛有一个专门政治的学院 叫肯尼迪学院啊 就是哈佛的肯尼迪学院 他是肯尼迪学院的国际政治的教授 他虽然名气没有这个 米尔姆这么大啊 但是也是非常有实力的学者啊 年龄也差不多 而且他的观点跟米尔姆比较接近 但是也有一些不一样 我最近还看到他接受了一个法国快报的专访 就专门聊最近这个以色列的问题啊 他就回答了一个我们大家都很好奇的问题 就是这次哈马斯把以色列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为什么以色列之前根本就不知道呢 他的答案是这样的 他说 他说其实以色列跟哈马斯以前是关系不错的啊 以色列当初扶持哈马斯就是防止巴勒斯坦出现一家独大的政治力量啊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秘心啊 他说为什么呢 他实际上以色列一直现在呢 把这个哈马斯当作加沙地带的一个 维持秩序的一个保安队啊 希望他能帮帮助以色列去维护好那里的状况 不要出问题啊 所以一直相对就很宽容不认为他们会突然的爆发 最近这几年也确实就没有大的问题 结果没想到哈马斯是表面一套内里一套啊 这个实际上一直憋着还是要要反抗的 所以这次有点措手不及 那这个话呢 在美国在华盛顿一般是没有人敢讲的 那虽然很多人都知道或者相信有这么一回事 所以这哥们也是一个耿直播呀 就什么都敢说的 所以这两个人很合啊 就是写这个书啊 那这本书它是07年在美国出版的 实际上它是2006年3月份的一篇学术文章 叫以色列游说集团 The Israel Lobby 这样的一篇学术文章 这篇文章很有意思啊 它最早呢 是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杂志 叫大西洋月刊 这个大西洋月刊呢 它主动找这两位作者约稿 说呀你们有没有兴趣聊一聊这个跟以色列游说集团有关的这样的事啊 哎 这个事是一个很禁忌的话题啊 不光现在在那个时候就是 那因为这两位胆子又大又耿直啊 在找他们俩约稿 他们想了想 一开始不想做 后来觉得哎 挺有意思的 后来也走访了一些 以色列游说集团和相关的人和组织 觉得这个事情越想越有意思 就写出来了 写出来之后改了很多稿 结果改的差不多的时候 这个大西洋月刊的编辑突然说 哎呀我们不能登 我们不能说为啥 但是我们就是不能登 而且你怎么改我都不能登 不用改了啊 就这样了 然后这两位都写的写完了 那肯定要找个地方登啊 那很多其他的媒体啊 包括学术刊物都不敢登 最后呢 是有一个中间人推荐 说你们这个文章啊 我推荐给了英国的一个杂志 叫伦敦书评啊 叫London Review of Books 就欧美有很多这样的Review of Books 这样的杂志 就专门登书评的杂志 哎 这个杂志有一个编辑 胆子很大啊 对这个话题也很感兴趣 看了之后 问他们能不能登啊 好 那这两个作者说 行啊 那美国没人敢登 英国能登也不错啊 于是就在伦敦书评的杂志上 2006年的三月份发表 因为这个杂志的体力啊 导致这篇文章呢 就不能够很完整的登上去 因为他们原来是当学术文章写的 有大量的引用记录 还有一些参照 还有一些附录里面是他们实际的访谈 那些东西啊 他们就没办法登在这个杂志上 那么怎么办呢 他们就顺便用了这个沃尔特工作的这个肯尼迪学院啊 肯尼迪学院有一个教工原地啊 就是官网上有个教工原地 专门登肯尼迪学院的这些老师们的一些自己写着玩的东西 或者未完成的论文啊 登在这个原地上 于是这篇文章的完整版本 包括完整的这个交叉引用啊 这样一些注释的啊 就登在了尼迪学院的这个原地里面 这本书的缘起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登出来之后呢 就引发了非常非常激烈的讨论 这个讨论里面甚至有很多就直接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的啊 完了之后 这俩觉得不过瘾啊 这个跟大家吵完架 打完嘴仗之后 干脆把整个东西再扩充成一本书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本书啊 名字也加长了一段 叫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 就是以色列学集团与美国与外政策 那这本书它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写论文也好啊 做研究也好 写书也好 一般都有一个关键问题 就是我起源于这个问题 然后力图去回答这个问题 那么这本书的关键问题是啥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一句话 叫为什么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是现在这个样子 而且这个之所以是现在这个样子 它是先天注定的吗 它是不可避免的吗 然后关于这个关系是不可讨论的吗 这个问题挺怪的 它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呢 很多地方不合情理 但是为什么没有人讨论它呢 这本书的核心出发点就这个问题 那出来之后的话呢 在美国的整个媒体界就分成了两派 就这个文章打仗 跟我们现在看到的最近这一个多月时间 巴以冲突这一轮的冲突以来 美国和西方媒体的那种乱象很像 有很多人支持这个文章里面的观点 这个文章的观点回答刚才那个问题 就是说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完全可以 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而且很可能换个样子 对美国和以色列都更有利 那之所以是现在这样子 而且大家都不敢讨论 不能讨论 核心原因是背后的以色列游说集团导致的 这就是那个文章和书的结论 那这个结论很多人是支持的 但是也有一批非常有权势的人 是尖锐反对 甚至人身攻击的 那攻击的点也跟现在我们看到 以色列的套路差不多 什么套路呢 就是我不跟你多说 反正你这种言论 就是叫做扣一个帽子 叫反游人士 这两位当时就直接被扣为反游人士 跟我们现在互联网上 色列大使馆经常在扣我们的帽子 是类似的 而且当时最激烈的反对者 也只敢说 这个文章夸大了游说集团的影响 他并不敢说 你这完全是胡扯 根本没这回事 不是的 一定有 只是他说 你夸大了游水集团的影响 那这本书呢 我觉得现在来推荐它 非常的有意义在哪里呢 就是这一轮的巴以冲突啊 我看到很多中国的年轻人 在补这个巴以的历史 包括我们这个节目 之前我也讲过一些历史啊 就是巴以这事情怎么来的 我当时给大家的一个参考结论啊 就是第一 它来自于上个世纪初英国殖民者 对这个地区的未来设计啊 著名的世界级脚屎棍大英帝国 在这个地方留下的一滩粪坑 它是有意设计的啊 第二就是在二战以后 美帝国对这个地区表现出的 超乎寻常的偏袒和短视 这两个是根本原因啊 其他的都不重要 其他的都是被这两个因素 控制的东西 那大家都在补这些历史啊 那这本书呢 你仔细看一看 你就会发现 其实这个里面的绝大部分问题 巴以的绝大部分问题早就存在 而且现在我们看到这些 让我们叹为观止的这些事情 其实早就存在 根本不是什么新东西 包括以色列到底在这边干啥 他就是要把整个地区的巴勒斯坦人 要么清空 要么奴役 然后整个地方变成他自己的一个 完整的以色列国 那巴勒斯坦问题的核心是什么 就是我刚才说的 英国和美国啊 他们一贯制造出来这样一个问题 还有美国为什么这么夸张的支持以色列 其实美国反对的人不少 而且并不是很弱的人 举个简单的例子 这个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写过一本书 叫巴勒斯坦 就是巴勒斯坦要和平 不要种族隔离 他用了一个词叫apartheid 就是这个词 当初就是针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 制造出来的词 他直接讲巴勒斯坦 就是和平 不要种族隔离 也就是说他认为目前巴勒斯坦那边 以色列就是在搞种族隔离 这是吉米卡特讲 吉米卡特这个人是很关注中东和平的 当初搞了那个戴威英协议 那个协议虽然仍然很偏袒以色列 但至少他基于两国方案 基于和平的未来 当年吉米卡特还专门 2006年组织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监督团 去监督整个巴勒斯坦的第一次民主选举 那个也很夸张啊 以后有时间跟大家讲 也是一个非常搞笑的事情 美国人在那边去组织的选举 最后选出来哈马斯 作为这个赢家 好吧 美国人都懵逼了啊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好 那这篇文章除了了解巴勒的历史啊 就你可以看到2006年那个时候 其实一切跟现在已经是一样的了 没有什么区别 一直都是这样 第二个 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目的啊 就是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深刻的了解 美国政治 尤其是了解游说体系 以及所谓的深层政府 就是很多人 他们一提起美国就是三权分立啊 民主社会等等等等 但那个只是一个外部装饰 真正影响美国的核心运作逻辑的 是这个游说体系 就是美国建立了国会和政府这样的一个互相制衡的体系 对吧 然后同时美国法律层面上允许个人和组织 给这些国会和政府的人送钱 是合情合理合法的送钱 然后这个送钱就是为了影响他们的政治观点和政策决定 这一切是法律规定合理的 那么如何利用这个法律的规定合理的去为自己谋利益呢 那么以色列游说集团给大家打了一个范本 他就生生的把美国的政治路径就固定在了一个方向上 你想转变都不可能了 所以这本书的争议之大就在这里 就他实际上揭示了美国深层政府和游说体系的核心观点 有兴趣的朋友啊 可以看这本书 还可以跟那本非常著名的叫美国反对美国对照着看 非常有意思 最后我顺便提一点啊 就是看这本书还有另外一个感受啊 这本书成熟于2006年 其实06到08年 我个人认为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时间段 911之后美国人有一种恐惧的心理 但同时也激发了很多有识之士的自省 当时其实暴露了很多问题 就是冷战结束之后 美国非常的狂喜啊 甚至也有一点狂妄啊 那就觉得历史终结论啊 对吧 我们已经怎么怎么样了 就是不可战胜了 但是911呢 给美国人浇了一盆冷水 就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我们没有世界大同啊 没有把美国的美好东西变成全世界的好东西 大家进入和平稳定繁荣的时代 没有 还有恐怖主义 还有很多奇怪的东西 所以很多人其实在反思啊 当时也很多人有了一些改变的决心 所以才给了奥巴马非常非常强力支持的八年 这八年全国对他的支持是非常强的 前四年也是完全执政 两会都是民主党的 但是我们奥巴马同志志大才输啊 当然也不能完全怪他 主要还是政治的惯性非常强 这个降纲降的太深 很多东西就真的是没法改变 最后奥巴马一事无成 他一事无成之后 那么16年就选出了川总 选出川总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这个偶然中的必然 首先是非常乐观 非常的狂喜 然后发现有问题 然后反思 反思之后发现这个问题非常非常难改变 非常难改变怎么办呢 转向了一种快速的特效药的解决方案 认为还是川总来胡乱一锤子锤平吧 可不可以 于是就走向了一个转折点 那有很多人认为说 川总才是帝国的转折点 当然这么说也没错啊 但我的观点是川总是果而不是因 其实因是在06到08年这段时间就已经埋下的一些东西 所以看这份文章也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美国 虽然也有很激烈的争论啊 但还算是正常的争论 有人人神攻击这两个作者 但是也有很多人支持他公开的支持 但是现在可不一样了 现在你再对比一下 你就会发现现在连这种声音都很难很难出现了 现在只发生的是我不干了 我辞职了 然后还是没有人敢去说这些很简明的真话 所以这个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万历十五年 就是帝国 我也联想到 我也联想到万历十五年 是的 对 就是帝国开始进入晚年的一个标志 其实万历十五年 很多东西我不一定赞同啊 他的那种叙事和论证的手法 包括一些结论 我不是很赞同 但是我同意的一点就是帝国进入晚年 是有一些标志性的东西的 尤其是他的政治中枢跟现实世界就越来越脱节了 他决策不是基于那种事实和国家利益 而是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所以有一些奇妙的联想啊 这本书正好现在是对应时事啊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微信读书上就有 挺好 挺好 我也觉得是非常让人感兴趣的一本书 嗯 就是可以排到书架里 然后找时间读 先拉下来有空翻两页啊 对对 挺好的 OK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好 好 下次再见 嗯 拜拜 嗯 拜拜